弟兄姐妹平安 我有把这个 好像我的简介给教会 没有关系 我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我自己 可能弟兄姐妹不太认识我 可能你们认识我的师母 比认识我还要早一点 我师母去年有来过 去年十月份有来过 然后女儿是Grace 儿子是Wayne 女婿是Wayne 他们在楼上服侍 我自己个人是住在芝加哥 我个人在芝加哥 我来美国念书以后 八九年来美国念书以后 一直都待在芝加哥 到现在都没有走过 我在芝加哥 会在芝加哥念的深学院 所以大概是我的一些 背景 如果有弟兄姐妹需要知道的话 可以来跟我聊一下 我这么多年在那边募会的时候 女儿结婚五年 我都没有机会来看过她 忙得一塌糊涂 所以刚好有机会来看看我女儿跟女婿 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来她们这边 刚好在这边教会一起有服事 感谢主 大概是我的简介 我们先一起来 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的 三十六节到五十节 我们一起读 这个有没有办法 ok ok 好 来我们一起读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 三十六节 开始 请 因为哈利赛人 请耶稣 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哈利赛人家里 坐起 他这里有一个热点的失神 哈利赛人家里 坐起 就拿着城乡包的玉笔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步 面泪湿了耶稣的脚 又用这种花花花 又用这种脸脸 吃饭的脚 把他下饶捧上 请耶稣的法 以赛人怀念者时 请你说 这人若是先知 你去照摩大人是谁 是这种这样的一个人 还是个罪人 耶稣说 耶稣说 亲们 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亲们说 我自己请说 耶稣说 一个载中有两个人欠他在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不必讨外 在主旧开灭里面 让他们两个人在 这两个人 哪有得分开他呢 是什么 他说 我只想去上 我得了个人 耶稣说 你不得了 我走 于是找回来 他想着那女人 原来有信心说 你干对这女人吗 我见了一个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原来 设计我的脖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给我清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用不住的用嘴 清醒我的脚 你没有用不忘的脖脖 但这女人用香皂 和我的脚 我只能祷告死你 他在祈福的最多的胜养 你因为他的爱多 但他的胜养少了 他的爱也不少 你即使是原来的人说 你的最多的胜养 我们其个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胜养人的罪呢 也就是原来的人说 你的心不救了你 你必须安安的回忆报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 主日的早晨 你将你自己的百姓 将你自己的儿女 聚集到你的殿中 主来敬拜你 来认识你 来从你心中来思想 你在我们身上 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大 谢谢你 让你自己的爱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主你为我们 为我们流出的宝血 主我们今天 坐在这里 才有真正的意义 我们知道 你有一天还要再复活 主我们每一天 在你面前所过的生活 所做的行为 所说的每一句话 主我们都知道 有一天在你面前要交账 谢谢你带领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这个世代当中里面 在这个教会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借着你自己话语 给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活出真正 就像是 你自己在世上 活出来的生命一样 谢谢你保守 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 早上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认识 一起来思想 我们一起来经历 一起来寻出来 你自己的话语 求主保守 带领以下的时间 我们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我想请问一下 弟兄姐妹 对这一段的经文 有多少人读过 举个手好不好 才一半而已 不会吧 应该很多吧 都读过 都读过这个经文 这段的经文 其实是 蛮重要 也蛮好的一段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我不晓得 首先 这个题目讲到说 为什么基督徒那么刻薄 我们等一下会来思考这个问题 跟这个题目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思考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这个玩具 这种填充玩具 我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填充玩具很可爱 非常可爱 好可爱的动物 但是这个动物 这个玩具 这个填充玩具 很特别 它会变脸的 它会变脸的 然后呢 它可以从一下非常可爱 然后伸手就抱一下一下 突然可以变成非常凶恶的这个脸 这个很特别 所以你看 它这个 这个一下可爱 一下这个凶恶 一下凶恶的这个脸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个情形 其实 它的重要的 关键在这个地方 是后面 这个人的手 这样一捏的时候 它就可以 脸就可以翻 就可以变出来了 按下去 它的表情可以来回来改变 其实回过来看到 就有点像我们人的情形一样 甚至是基督徒的情形一样 所谓的刻变十番 十五分钟就变了一下 一个小时就翻脸了 我们的翻脸不认人 这个翻脸跟翻书一样 这样子的感觉 从一个极端 可以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后面的这一只手 其实就是代表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心 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形 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罪 然后呢 也可以是在我们那个心中里面 那个恶者所做的事情 所带着我们去做的一些事情 就像是这个情形一样 就好像是今天的信息 为什么基督徒那么刻薄 然后呢 基督徒其实应该是很有爱心的 基督徒应该是非常和平的 对待弟兄姐妹和他人 应该是也比世人更有礼貌 更在尊重人的 那为什么基督徒会那么刻薄呢 这是其实是一本书里面的有一句话 讲说基督徒为什么能刻薄 当时读到这句话 我想说会吗 基督徒会刻薄吗 讲这么难听的话 大家可能有时候会这种感觉 其实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是 你觉得说基督徒为什么会刻薄 讲得好像是很正常的一样 会是正常的吗 那如果是不是正常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呢 不是一个基督徒 不应该是这么刻薄的人 那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这个经文里面 有一些事情我是要澄清一下的 这个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一个经文里面 其实我们首先来看到三个人 这里面有主要的三个人 然后三种的这种位分 一种角度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他有三种不同的思维 那首先是讲到法利赛人 这个西门 然后他是还有其他的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同习的人在那里 坐在那一起吃饭的人 这个法利赛人请了耶稣来吃饭 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女人 女人在这个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是耶稣 所以有三个人在那里 发生了一些事情 一些对话 跟一些行为在那里 那我们在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去看到这个里面的情形 另外提醒一下 这个女人跟耶稣之间的一个互动 它其实是要考虑到 当时的近东文化的一些背景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 用华人的这个文化背景来看待 我们看到 比方说我们男人 华人常常讲说 男女瘦瘦不轻 哇这个女人做的事情 怎么搞得对耶稣做这个 好像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做法在那里 我们觉得就觉得好像 不太像是我们在 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中 就会有产生出来很多的一些感觉 把我们的思想带离了 然后你比方说他用头发来擦干这个脚 这个奇怪的事情 然后用嘴来清脚 这个好像都不会做的事情 然后还有洗脚 然后他会去彼此的清嘴 这个清嘴其实只是清而已 但是翻译出来的时候 就有点像清嘴一样 这个男的跟男的也是这样清 然后男的跟女的好像也清嘴 这个觉得好像很奇怪 我们从我们的华人的文化 去看到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弟兄姐妹都不知道 文化有一个差异 说做出来的行为 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些事情去论断 然后一概而论 比方说 我自己在教会母会的时候 聚完会的时候 我会到门口去跟弟兄姐妹握手 那我每次握手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什么挣扎呢 这个大家有些姐妹比较清楚一点 我不讲不一定是完全的对 但是一般来讲在东方 女性要伸出手来 你才能够去跟她握手的 那如果有些姐妹 特别是在像 在有些 特别像在台湾的时候 这个有些女孩子 她不伸出手来 你不能跟她主动伸手去握手 她也不会去跟你握手 她觉得她 不觉得很舒服去跟你握手 这是有些文化上的不一样 但是在西方的话 如果你碰到女孩 你不跟她握手 她觉得你是歧视女性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 不同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用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想法 去看这些事情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在读经 我们要去考虑文化的一些背景 那背景了解以后 我们知道 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情 不是照我们的头脑去看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去 专心去读出来圣经里面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到底上帝 到底上帝借着这些 使徒们这些 写圣经里面的人 告诉我们里面 什么样真正的生命的意义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不要背这些其他的时候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查经班的时候 常常大家都 sidetrack出去了 就跑出外面去 这个主题出去了 就离开了正题去了 提了一堆很多的 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 忘记圣经后面 到底这段经文 主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读经 首先要去了解一下 这些事情 我们要记得 不然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 不懂不了解 然后生气 然后就读不下去 甚至吵架 然后我们看不出来 这些原则在哪里 另外 弟兄姐妹也原个样 我比较喜欢把 我自己写的东西 放在PowerPoint上面 因为我以前听牧师讲到 有时候他说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然后第一点 我说奇怪 这个第一点到底是哪 怎么回事 我再用讲 还没有PowerPoint 我就不晓得 他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他第一点 第二点 是第三点的第一点 然后就这样下去 有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差掉 所以我有时候 写很多的东西 如果你是喜欢听的人 你就不用看 没有关系 你就听 我只是帮助 像我这种 比较需要的人 来去把所有的东西 把它写出来 他这边我们来看 第一种人 第一种人里面 他讲到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的时候 他有一个问题 法利赛人 他原本的意识 其实是好 我们常常讲说 你是一个法利赛人 有的人会翻脸的 他不高兴 你讲我法利赛人 你到底有什么意思 好像在骂人一样 其实法利赛人 这个字本身的意思 是非常好 他是被神所分别出来 有点像 旧约里面的一些 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人一样 所以法利赛人 他是被上帝分别出来 他是分别出来 归给上帝的人 所以他法利赛人 这个字的意思 是一件好的事 结果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常常会变成 是一个负面的 一个代名词 保罗说他自己 是法利赛人 所以法利赛人 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词 但是结果在圣经里面 我们常常读一读 就听到说 人家讲法利赛人 你觉得说 这个好像在骂人一样 为什么问题出来这里 其实今天的经文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从这个法利赛人 从西门 我们来看 跟后面 他提到的这些经文 我们去思考一下 再回来看 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 来思考一下 他去请耶稣来吃饭 他的态度跟目的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 吃饭的时候 请他来吃饭 他后面的情形 耶稣所说的话 就可以看到 他来请耶稣 吃饭他的态度跟目的 这个 耶稣自己提到说 西门邀请他来吃饭 结果没有尽到主人 招待客人的这个礼貌 那这个西门呢 不是西门彼得 他不是同一个人 西门彼得原来是叫做西门 后来耶稣改名叫做彼得 彼得的希腊文是彼得 西伯来文是这个 应该讲说亚兰文 应该是叫做基法 那他原来是西门的意思 西门这个字的意思 其实是听见 听见了 你看这里面 耶稣跟他讲彼得 叫他说西门 其实叫你听见 那后来耶稣改名 改名叫西门 然后变成彼得 这个西门彼得不是这个西门 那这个西门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请耶稣来吃饭 各位想一想 他是为了谦卑地来跟耶稣学习吗 还是说他把耶稣当作是神的儿子 请他来吃饭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应该不可能的事情 都不是这个情形 那这个法利赛人呢 看见这个女人 对耶稣所做的事情以后 结果他就心里面就想 他就是嘴巴里面没有说出来 但他心里面在想 他心里面在想一些事情 他心里面在想 他就开始论断了这两个人 他一下子把两个人都批评了一堆 这个女人的问题是怎么样 耶稣你怎么搞的 你也搞不清楚 然后呢 你做的情形也不对 就讲一讲以后 他自己觉得说他自己最好最对 他把两个人都批评完了 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常常是我们人在做的事情 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心里面是怎么样去想 但是上帝常常提醒我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往这些不好的地方想 然后不要去太早去做一些结论 那也不要知道情形 情下就自己来去做一些论断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常常犯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到后面 这个主常常让我看到我自己是错了 是我的误会 是我自己用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父 那其实是事实不是我所想的 看到我自己的心里面出了问题 我常常举个例子 我有的时候 这个年纪大了 上完 讲完 分享完以后 赶着去上厕所 路上碰到弟兄姐妹 没有跟他打招呼 弟兄姐妹就说 你看这个牧师 怎么搞的 这个 不理我 我跟他有仇 还是怎么样 对我有意见 他没有想到我赶着要去上厕所 这不是事实 这不是事实 所以 我没有打招呼是事实 但是我没有打招呼的原因 他不知道 我赶着去上洗手间 所以我们人常常会有一些 头脑会想到一些事情当中 他事实上看到外面去做一些结论出来 今天这个法利赛人就做这件事情 就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是我们 其实我们在看很多的事情 不见得是我们眼睛所看到 我们心里想的就是对的 这要提醒我们一个每一个人 要在生命当中要注意这些事情 然后他说 这个 讲一句话 这个 法利赛人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她的是谁 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乃是个罪人 圣经里面讲 她是个 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那城里 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所以全城的人都知道 这个女人是罪人 当然犯什么罪 我们不知道 结经书里面都说 大部分的结经书都说 她是个妓女 所以大家都 都看得到都知道 但是这个只是猜测 我们也不用去猜测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女人是个罪人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 也是知道 她的情形 乃是个罪人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问一下弟兄姐妹 请问西门讲的 这个 对耶稣的这个评语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她的是谁 是什么样子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西门讲的对不对 对不对 西门想耶稣的事情 对不对 西门想 这个女人的事情 对不对 都对 其实都对的 为什么都对呢 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照着旧约的律法来看 无论是先知 祭司 或者是列位人 他是不可以去碰触 不洁净犯罪的人 他碰触犯罪不洁净 很麻烦的 他还要碰完以后 他还要去做 洁净的一堆手续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 他从他的 旧约的观念里面 来看这件事情 这个女人是个罪人 是个不洁净的人 耶稣 他是一个先知 他知道的话 他不应该去碰这个女人的 不应该去碰她的 不然的话 他自己也不洁净 所以他根本不是个 你就知道 他说的结论是这样子 然后 法利赛人对于这个 旧约的律法 这个经文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他用起来 他其实也是对的 我们回过来讲一下 很快地讲一下 在这个 《路加福音》后面 第十章里面提到 这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 Good Samaritan 这个好萨玛利亚人的 故事 的事例 好萨玛利亚人当中里面 首先看到这个人 一个人被强盗打了半死 躺在那里的时候 首先在这个好萨玛利亚人 救他之前 有两种人经过 哪两种人 一个是济师 一个是立位人 一个是立司 看完以后 经过以后走了 就过去了 圣经里面讲 他们走了过去 对不对 对的 是对的 为什么对呢 圣经里面 他们是记得 十四地位人 摸了这个人 流了血 这个东西 他等一下回去 马上要上去讲台 要讲道 怎么服事 不能服事 他摸了这个人以后 他 比方今天如果是 牧师没有来了 我的飞机delayed了 可能这些 执事会的人就很辛苦 就急得要死 那牧师没有在这里 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济师跟立位人 他在做这些 侍奉的时候 他不能去做 因为他摸得不接近的话 所以立位人跟济位人 济师跟立位人 不去摸这个 被打得半死 流血流了一大糊涂的 这些人的话 他是有他的 在他的头脑里面 有一个逻辑在那里的 但是 耶稣讲 他就说他自己 像一个好撒玛利尔人 去救他 为什么 这些人 他们的一个问题 他们只重视侍奉 但是他们的侍奉 是在宗教里面 忘记了 应该是 对人有一个恩典跟关系 他把他对人的恩典跟关系 对于上帝所要人 去做的事情 跟他的侍奉 冲突的时候 他选择了他的侍奉 而放弃的这个 但是当然我们了解 我们不是说 把人放在上帝的前面 或者是完全放在 侍奉的前面 而不管去侍奉 但是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去思考这件事情 是一件 每一位读圣经的人 要去思考的角度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 这个西门他想的对不对 我们就很清楚 他想的某个角度是对的 但是 但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西门出的问题是 他的知识 跟他的宗教 遮蔽的 他对于耶稣的认识 还有对一个生命 活出来的行为 的重要性 他把他的知识 跟他的宗教 对我来说 宗教是一个负面词 因为宗教是religion religion 它是造成一个人 是走到一个模式当中 而活不出一个 真正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的 我们能够从心中 真正地知道 圣灵怎么带领我们 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 能够一个 活出来的一个 活用的情形下 那是相对于一个 宗教的生命 宗教的生命 是让人家死的 是一个刻板的 是一个呆板的 是一个死板的 是一个定罪 是一个律法的 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西门法利赛人 他认为他是 照着上帝的律法做 他就是敬畏上帝 感觉他这样 觉得他是敬畏上帝 但是结果 却遮盖了他的眼睛 他没有办法看到 其他的一些 生命当中里面 还有耶稣的重要性 耶稣在这里 让他了解 他是谁 他没有办法认识耶稣 他没有办法 他觉得耶稣 但是他觉得他不是 他没有办法认识耶稣 是先知 他也不觉得 他甚至是神的儿子 更不用讲了 所以他对于圣经里面的认识 还有宗教 他的偏见 还有执着 择盖了他去认识 这位宝贵的耶稣基督 他没有办法 像这个女人一样 所做的表现 所以当宗教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成为一个主流 主要的情形的话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完蛋了 我们里面 在很多刚信主的人 不会有这种情形 但是在信主 越来越久的时候 我们的条条框框 很多的事情 就把我们绑在那里 我们没有办法 活出生命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 把耶稣基督真正的生命 把它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来 而我们放了很多的条条框框 来让我们成为 是合理的去正确正当的 去做许多的事情 因为我们对于圣经的条文 非常清楚 所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因为这样子的情形 变成是一个盲目 我们今天基督徒 有多少人是在这种 无知的这样子的 宗教情怀里面 甚至是我们在 宗教的狂热里面 或者是宗教的 不好听一点 瞎眼里面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 他就很清楚 他知道耶稣 他讲这句话 若是他是知道 他是先知的话 讲出来 其实他就不是先知 他就已经知道耶稣 你连先知都做不了 做一个先知都做不了 那我们来看 所以西门法利赛人 他碰到一个问题 他原本 这个法利赛人 应该是一个 敬虔敬畏上帝的人 然后呢 他是首读圣经知识的人 但是 他却是代表了一个 活在宗教 不认识生命 而且是假冒为善的人 哇 这个 一个读圣经的人 读到字句 读到死亡里面 一个人读圣经 不认识生命的 的道理 结果心中 他所想的 却是如此的 丑陋 偏见 论断 去定罪别人 我不知道各位的情形 是怎么样 但是当我没有 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里面的时候 我没有圣灵 在里面提醒我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一位 活在这个宗教里面 和字句 还有知识的死亡里面的 一个法利赛人而已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主越久 圣经读得越多 这种问题 常常会在我们里面 会越多的 求主点名 我们看完这个 法利赛人这种人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女人 一个女人 她里面跟外面的 有些表现不一样 有些情形 她外面人家看到 她这个女人 是一个罪人 但是这个罪人的时候 她知道 特别是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女人 她其实是 她认清楚 她自己的情形 不知道这个女人 做了什么事情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但是西门知道 她这个是一个罪人 比起这个西门 这个法利赛人的话 这个女人 是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她所犯的罪 是绝对是清清楚楚的 那这个西门 这个法利赛人 要定她的罪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弟兄姐妹 也了解一下 犯罪跟犯法 也不完全是一样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 因为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没有跟我讲 什么叫做犯罪 她说你是罪人 我说你才是罪人 我不是罪人 我刚信主的时候 这样讲 我说我又没有犯法 所以我们犯法跟犯罪 要把它搞清楚 犯罪不一定犯法 犯法不一定犯罪 所以这个比方说 这个在 这个 可能这边我不晓得 有没有这个 印尼的弟兄姐妹 你在印尼 你只能跟华人去传福音 你跟印尼人去传福音 你犯法的 她有没有犯罪 她没有犯罪 在美国 在台湾 同性恋结婚 有没有犯法 没有犯法 但她们犯罪的 所以我们 当然有一些事情 是犯罪又犯法的 当然 但是这个女人 她知道她自己的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她圣经里面讲到 她是一个去寻找耶稣的人 她在这个 她这三十七章 三十七节里面说 她知道耶稣 在法利圣家里的时候 她就拿着这个 橙香膏的玉品 去找她 她知道是 她就会去寻找耶稣 她知道自己的需要 她自己是罪人 她却带着香膏 去找耶稣基督 她知道自己 世界上有很多人 都根本不知道 自己有需要 世界上有很多人 不知道自己 他的需要是什么 世界上也有很多人 知道有需要 但是她只靠 自己的需要去寻找 但是世界上 真正有许多人 知道有需要 她愿意到耶稣 来面前寻找耶稣 来解决她的问题 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女人 是做的这件事情 这个女人 是一个罪人 但她知道 她会去寻找耶稣 她带着最好的来去 寻找耶稣 最好的这个香膏 她知道认识到 耶稣的宝贵 那个香膏 是玉瓶的香膏 大家都很清楚 其实这个女人 在圣经里面 在其他的一些 四福音书里面 有提到 类似一个女人 拿了香膏去 其实他们 很多的解经家 都说 这一个女人 不是跟其他的 福音书里面 那个带着香膏的 无论是玛利亚 或者是其他什么人 都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可能都不是 一个同一个人 但是重要一件事情 她是带着玉瓶 里面装的香膏 都是非常贵重的 去找的耶稣 她要把她 高抹这个耶稣 所以 相当于这个 西门法利赛人的骄傲 还有她的这个宗教 这样子的头脑 执事的时候 这个女人 她其实是表现出来 一个谦卑的 她是一个敬重的 她是一个悔改的 她是一个宝贵耶稣的 同在的一个心态 在那里 真的 这一件事情 你想象不到一个 一个这样子 全城的人 看着她是一个罪人的人 她居然可以去做 圣经里面 讲她这些事情 她是站在耶稣的背后 她站在耶稣 她不是面对面 我跟你对面对面讲话 她是站在她的背后 她是挨着她的脚来哭的 然后她是眼泪 沾湿了耶稣的脚以后 她用自己 她连水都没有去做 她就是用自己的眼泪 然后沾湿了她的脚 然后用她自己的头发 解开来 然后去擦干 然后用嘴 点点清耶稣的脚 然后最后把香膏倒上 抹上去 一个女人 其实是很重视 自己的头发 她用她的头发 去抹一个人的脚 其实是一件非常卑微的 一件态度 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态度 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 她是把耶稣 完全当作最宝贵的 相对于西门 这个法利赛人 所做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 但是圣经上里面 这个女人 从头到尾没有讲她的名字 而耶稣 这个法利赛人 一直到最后 到了她这些事情 做完以后 她才讲说西门 她其实是一个法利赛人 耶稣知道 一直到这个第四十一节的时候 四十节说西门 我对你说西门 那时候耶稣才叫了她的名字 她知道耶稣 耶稣知道她的名字叫西门 但是这个女人的名字 都没有被提到 西门反而被提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 无名的一个 很弱的一个女子 她是一个罪人 而这个法利赛人 西门 她的这个地位 她的社会的地位 她的知识的程度 圣经的了解 别人怎么看法 完全是天壤之别的情形下 但是 他们所做的行为 却完全不一样 他们对耶稣的反应的行为 却完全不一样 这个女人所做的事 做出来的所有的行为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就把它表现出来了 而耶稣看到了这个人 看到这个女人所做的 西门所做的 她的头脑 她的知识 她看到女人做完以后 她的反应 她没有觉得惭愧 她还觉得说 你要是心里面在想 你要是一个先知 你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了 你就不会去碰她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这个女人所表现出来的 很简单的一个相信 她确实能对耶稣 有如此的这样子 这么多的反应 这么多回应 这么多的行为 首先她知道 她自己是个罪人 别人也知道 她是个罪人 她找到机会 她来寻找耶稣 她带着最好的东西 来高谋耶稣 奉献给耶稣 奉献的时候 她表现出来 她是完全的谦卑 悔改 敬重 还有宝贵耶稣 虽然这个女人 一句话没有说 但是这个女人 被西门法利赛人 她其实是被她看不起的 她连她的名字 都没有被提到 这个女人 但是耶稣 对这个女人所做的 却是比起这一个 自认为尊贵的 却是宗教知识 所造成一个 骄傲的西门法利赛人 所想的 她有更好的回应 我们看完 法利赛人 这个西门所做的事情 也看了这个女人的情形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 她在想什么 她所想的 还有她的提醒是什么 耶稣 到这个 法利赛人家里面来吃饭 我们想说吃饭 好事 大家 所以基督徒 常常吃饭吃来吃去的 但是耶稣去人家家吃饭 跟我们去人家家吃饭 或是我们请人家吃饭 有时候目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不晓得 大家吃来吃饭 吃来吃去 有的时候怎么样 有的时候 这个弟兄姐妹 在餐厅上讲的话 这个 我教会的弟兄姐妹 这个 不太喜欢找我去吃饭 因为一去吃饭 她就知道不能喝酒 所以他们知道 牧师在就不能喝酒 所以他们不太 找我去吃饭 很多的国内来的 这个酒一定要喝的 所以他们知道 酒带去 这个牧师在就不能喝酒 我没有这样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们 他们自己感觉到 因为我也不会跟他们喝酒的 我也没有说不能喝酒 但是他们就不会 所以你看耶稣 祂是为什么缘故 去法利赛人家里面去吃饭 大家想一下 祂这样做 是为了那个法利赛人呢 还是为了那个女人 其实 祂应该是为了那个法利赛人 也是为了那个女人 因为为什么 这两个人都需要救恩 耶稣吃饭 祂有目的的 我每次去吃饭 我请弟兄姐妹 喝咖啡 弟兄 我没有请姐妹喝过咖啡 抱歉 我从来没有去找一个姐妹 去喝过咖啡 我都跟请弟兄喝咖啡 去吃饭的时候 我都有目的的 我的目的是好的目的 我是好的目的 有些弟兄不一定愿意跟我吃饭 因为他知道 牧师找他吃饭有目的的 我还碰过这种弟兄说 你找我吃饭有什么事情吗 我问你 他先问一下你要干嘛 好像我要害他一样 有些弟兄会问的 他会觉得说 你牧师为什么平白 我是被点名了还是怎么样 我没有别的意思 其实我就是关心他 但是我还是有目的的 关心我们的弟兄 那你在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情形 我们来看到耶稣 他对于人的这样子一个尊重 他在讲这些话 他说西门 他说夫子请说 耶稣说一个债主怎么样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 他首先耶稣讲 他说西门 然后夫子 西门回答说 夫子请说 其实你去看耶稣 他讲话 他这里面讲这些话以后 很客气的 他是亲身去讲重话 真的在今天的社会 特别是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 我们基督徒的教会里面 华人的里面 亲身讲重话 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话好好说不代表不重要 亲身讲不代表话不重要 但是常常要用骂的 要用吵架的 要用这个怎么样 才能把问题解决 这个不是我们华人的一个 好的一个现象 好好的讲话 不代表那个话不重要 不代表那个话 你就可以轻易过去 我们学习弟兄姐妹之间 能够亲身去讲重话 好好的把它讲 让知道这件话的重要性 但是不需要用骂的 不需要用吵的 不需要用一些很极端的方式 去表达 长职之间 牧者之间 弟兄姐妹之间 同样的道理 不需要用靠着吵架 或者靠着一些 很极端的一些想法里面 这些事情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耶稣他对了一个人尊重 我们来看 耶稣他要人来去思考一个问题 他就首先讲到这个欠债的 他举了两个人欠债 欠的不同的钱 结果那些两个债都被免掉 然后他们看到一个情形 就是这个爱 哪一个爱得多 免掉得多还是 减免得少的人 他的爱得多 所以在41到42节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欠债 一个欠五十两 一个欠五两 五十两跟五两 其实是五百银钱跟五十银钱 Denari这个银钱 那时候一个人一天的工资 是一个Denari 所以那个一个是五十两的 他的就是等于是一年多的薪水 快要一年半的薪水 这么多 一个人平常的工资 一年半 他五十两的被免掉了 五两的其实就是五十个银钱 大概就是两个月不到的薪水 那他就讲说这两个这样子的话 被免掉 那他们没有两个人 都没有办法什么可以偿还的 所以债主就把这两个都免掉了 然后他就问说 他们哪一个会更爱这个债主 主在这里其实是告诉西门 还有那个女人 其实你们两个都是欠债的 你们两个都是欠债的 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说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请问这个西门 有没有听懂这句话的 耶稣的意思 西门会觉得说 我们在这边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四十二节这一段 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 还有四十三节 这是整段里面 从三十六到五十节里面 最重要的经文 这段经文可以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的事情 西门会觉得他是欠五十两的吗 他肯定他觉得他自己是欠五两的 他怎么会觉得他自己是欠五十两的 欠五十两是那个女人 不是我 对不对 甚至他觉得他连五两都没有欠 甚至他觉得他五两都没有欠 西门应该只有认为那个女人是罪人 他自己不是 然后他甚至都怀疑耶稣 知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 但耶稣的比喻 他告诉这个西门跟彼得 西门跟不是彼得 西门跟这个女人 他们两个都是罪人 都是欠债的 都是需要债主 其实就是耶稣他的赦免 那我就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别人的问题 别人的罪 永远都是最严重最大的 我们自己还没有问题的 我常常和弟兄姐妹 有些弟兄姐妹夫妻吵架了 离婚的时候 给他们做辅导的 吵架闹离婚 然后听完他们讲完话以后 我常常就告诉这个丈夫说 我说你说的有道理 然后我跟太太讲 你也有道理 因为丈夫讲 他讲的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一大堆讲得滔刀不绝 然后太太也讲先生 然后讲的义正言辞 这两边都讲的 我听完都对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错了 我说我没有道理 那你不是叫来找我 那你们两个都对 那就我错了 对啊 其实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 夫妻吵架或者是闹离婚 只有一种情形下可以解决 只有一种情形下可以解决 没有第二条路 就是当这丈夫跟太太 自己回到主的面前 他认自己的罪 不是去替他别人对方认罪 记得 我讲清楚 有的人常常去替别人认罪 祷告不是控告 有的人祷告是控告 祷告不要控告 自己回去认自己的罪 那个婚姻就有救了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简不简单 不简单 但是当大家能够到主面前 去认罪的时候 婚姻就有救了 教会的纷争 国家的纷争 所有的纷争 其实原则都是在这里 国家会打仗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问题 就是说 只是谁欠的多 因为免了债 他的爱的就多吗 其实47节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 那段话不太容易 能够理解 47节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 这是耶稣说的话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 因为他的爱多 47节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他的翻译上 不小心会误会 耶稣所讲的话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因为那两个字 等一下我会更解释更多 其实47节 翻译应该说 他所表现出来 许多的爱 证明他许多的罪 都得以赦免 这句话跟原来的这句话 意思是不一样的 再讲一遍 这句话的翻译应该说 他所 就是这个女人 所表现出来的许多的爱 证明 他许多的罪 是得到赦免的 得到了赦免 我等一下会讲更多 这一段的经文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花时间在里面 去思考这一段的经文 只有自己认为 自己欠债多的人 才会爱主更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问题 这个西门 就出了这个问题 西门就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法利赛人 在路加福音里面 五章 31到32节 耶稣就说 他对着 这个法利赛人 还有这些文士 跟他们讲 法利赛人文士 跟耶稣讲说 你为什么跟罪人 在一起吃饭 耶稣跟他们讲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 不是来找义人 我是来找 这个罪人悔改的 这句话是非常 有意思的一句话 如果你认为 你自己是义人 你就不需要来找耶稣了 但是你自己 是不是义人 真的是义人吗 所以当我们自己 来认为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同样的道理 耶稣在跟这个西门 法利赛人讲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 每一个人也是一样 我们要去思考 当我们自己是满的时候 我们不会需要耶稣的 我们也不需要任何人 我们也不需要牧师 我们不需要 教会没有很多人 根本不需要牧师的 但是当我们自己 真正地看到自己的情形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病人 我们看到像这个女人 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我们是多么需要耶稣 所以西门的回答 他的回答以后 耶稣跟他讲 他说 你断得不错 其实耶稣要西门 去想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西门回答的是对的 但他懂吗 他知道耶稣 在问他这个话的意思吗 同样道理 今天我们各位 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想过 耶稣在问我们自己 是什么意思 要我们去思考这些 四十七节里面 主说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 因为他爱得多 但赦免少的 他爱得就少 那个女人爱得多 证明他许多的罪 都被赦免了 西门爱得少 证明他就赦免得少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来再想一件事情 有人会想到说 西门的罪是不是比较少 是因为西门的罪比较少 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西门的罪真的是比较少吗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西门 他没有给耶稣来洗脚 也没有给耶稣清嘴 也没有来用油来抹耶稣 这是在近东文化里面 人家一个客人到那边 去要做的事情 而这个女人都做到了 这句话很重要 赦免多的所以爱主 这段话是 这段的经文47节里面 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 到底应该是怎么翻译 赦免多的所以爱主的多 还是因为爱主的多 所以赦免的多 他圣经里面讲说 因为他的爱的多 其实这个因为 在有些希腊文很熟悉的 或者是翻译的过程当中 他的意思就 把它解释得比较清楚 这个因为应该翻译成 所以 应该是翻译成所以 在42节里面 耶稣问西门 两个欠债的 都是让债主免了他们的债 结果欠多的被赦免的更多的 更爱这个债主 就说出来 他们对债主的爱 不是因为债主赦免的原因 乃是债主赦免的结果 他赦免以后 他就爱得更多了 因为他被赦免的多 他爱就更多了 这句话 这个 一个因一个果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42节跟50节 他讲到说 爱是被赦免的 他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我们对于主的爱 是因为我们 罪得赦免的原因 我爱主多 所以我才会被赦免多 不是的 常常我们认识到 我们真的是被赦免了很多 我们欠主的债 我们做了很多的不好的 我们的罪当中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很多的情形下 当我们自己被主的 所做的一切 是来赦免我们的时候 我们对主有一个回应的爱 从第14节的翻译 很容易叫人家误会 以为爱得多了 就多得赦罪 爱得少了 就少得赦罪 那把这个果跟因 就倒过来了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 因为他的爱得多 其实应该翻译成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所以他爱得多 不是因为是所以 当然有人翻译成 证明也可以 那这里主耶稣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这个女人爱得多 证明他得到的赦罪 就多 然后爱得少了 得到赦罪就少 所以爱得多寡 才是我们被赦罪 夺寡的一个原因 是我们蒙赦罪 夺寡的结果后面的表现出来 这个爱 那回过头来 虽然是被赦免得多 爱得就多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开始思考 这位西门法利赛人 他如果是他自己认为 他不需要被赦免 那么多的话 因为他自己的骄傲 或他自己自认为 自己的行为非常好 那他当然觉得 他自己不需要被赦免得多 所以他也不需要 对主有更多的爱 这个是他的骄傲 所产生出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边提醒 我们三件事情 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 我们认识到 我们自己的罪 是很多 还是很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件事情 我们认识到 我们的罪的多少 才能决定 我们需要多少的救恩 我们觉得说 我这个人太棒 太好了 非常自意的一个人 很多时候 在信主之前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是自意的人 我们就不觉得这个 有什么太多的赦免 你们一大堆罪人 我可能不是 我可能基本上没有 我可能很少 所以我们认识 我们多少的罪 我们才能决定 我们多少的救恩 我们才需要 从主那里得到的赦免 第三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认识到 我们自己的罪很多 接着我们知道 被主的耶稣的罪 赦免很多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真正的更多的去爱主 爱耶稣 这是非常重要 基督徒一个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们基督徒 生命成长是一个循环 我们被赦免得多 我们爱得更多 我们爱得更多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罪更多 我们的罪更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寻求 主的赦免更多 然后呢 我们就会不断 在生命当中的成长 循环 这是一个健康正确的 这个一个循环 然后我们所犯的罪 因为认罪 而能够被赦免 对罪更多的 更多的敏感 我们罪就会开始敏锐了 知道这些罪 不应该去做了 然后就减少去犯罪的机会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体谅别人的软弱 我们就能够帮助别人所犯的罪 而不是去指责他 不去定罪他 不是去论断或是毁谤 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所以这两个差别 我刚才解释了 这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耶稣有赦罪的权柄 有赦罪的权柄 不认识耶稣的人 在这边讲这些作息的人 他不认识耶稣的权柄 他没有办法看到耶稣的真正就是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你在传福音 或者是在很多的事情当中 甚至基督徒自己都会被冒犯 不相信会怀疑 提醒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另外 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 我刚才提到了 另外后面就讲到说 最后一节的经文说 耶稣说 你的信救了你 这句话 我花了好多年才把它想通 你的信救了你 是信救了人吗 是信救了人啊 不是哦 不是信救了人哦 不是信救了人哦 那些信佛教的人 他们也相信啊 也救了他们啊 好像救了他们一些 好像病得医治啊 是信救了他们吗 这件事情哦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还是说 还是说 是他自己的相信救了他 还是他相信耶稣能救人 你的信救了你 这句话的意思 背后的含义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不是他自己去相信 就可以去救了他自己 而是他相信了耶稣 耶稣救了他 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 要把它搞清楚 因为我以前就觉得 我自己成长的背景当中 很多人也是信啊 他也是信 他信的不是耶稣 好像也是救了他 他在外面好像什么 病也被医好了 但是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 相信这件事情 本身是没有办法 得到这个救恩的 宗教 尤其其他的一些 外面的宗教 一些偶像 他是因为人的相信 或许他的病得到医治 但他没有办法 得到这个救恩的 所以提醒我们 相信是在赦免之前 爱是在相信之后 相信能够认识到爱 然后才会有平安 在生命里面 然后呢 爱不是换取赦免 赦罪的一个条件 赦免释放 医治 饶恕跟和好 才能够再发生的 这是一个顺序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生命当中的 圣别 尽全成圣 才能在生命里面 继续地成长 所以我们回来 最后来看 尖酸刻薄的人 有两个特点 这是我从网络上 他们找出来的定义 抬高自己 贬低别人 锋芒毕露 得理不饶人 这个就是一个 刻薄的 最后我们来看 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论 对弟兄姐妹 你觉得西门法伊赛人 是刻薄吗 你觉得 基督徒是刻薄吗 刻薄其实可以讲成 你是个人很mean unkind 或者是harsh 西门法伊赛人 不一定是刻薄 但他的态度 跟他心中所想的 对于这个女人 对于耶稣 他的反应 他其实不是一个尊重的 刻薄只是一个代名词 我在前面讲了 用这个刻薄的 只是一个代名词 一个形容词而已 基督徒不一定刻薄 但是许多的基督徒 就是像西门法伊赛人 常常所做的 所想的一样 类似的情形 基督徒没有经过 生命变化的人 有些基督徒是这样 有些基督徒 他是追求圣经的知识 没有办法活出 耶稣基督生命的人 那这些基督徒 其实就是生命 西门的法利赛人 最后我们来看 我把它写出来 法利赛人清楚 这个西门 他清楚圣经上 和上帝的律法 但是他的知识 骄傲和冷漠 掩盖他认识 和寻求真理的心 忘记上帝给他的托付 跟敬畏上帝的 敬虔生命 法利赛人出的问题在这里 接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基督徒会刻薄 为什么基督徒会教 为什么基督徒会质疑 为什么基督徒会假冒为善 为什么基督徒会论断别人 跟法利赛人情形一模一样 基督徒 如果不认识自己有罪 基督徒不会去认罪 基督徒不愿意认罪 基督徒将自己的罪掩盖 或者是淡化 基督徒的知识和争辩 比行为要多许多的话 基督徒不愿意去过 耶稣背十字架的生活 结果就是跟西门法利赛人一样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 非常重要的几个点 最后还有一个点 当基督徒对于罪不清不楚 接下来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 他不会也不知道要去悔改 那就不会感受到和接受到主的爱 不单单是对自己 而且对别人也没有爱 也没有恩典 也没有怜悯 也没有包容 就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完这段经文 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去思想 我们每一个人要做 所想 所做 所信 所爱的 应该是要去做这个女人 还是要去做一个充满了知识 宗教骄傲的西门法利赛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想要去做这个女人 所做的 但是基督徒所做的 因着我们文化的背景 我们的知识 这个学士的地位 把我们变成这一个西门法利赛人 忘记我们的罪 和耶稣的救恩 还有祂的赦免 然后我们变得骄傲了 就主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在主面前的生活跟思想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在你的生命当中 曾经向这个西门法利赛人 所提醒的话 所说的话 也看见这一个女人 所做的事情 防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也能够 做出像这个女人 所做的事情 在你的身上 在弟兄姐妹身上 在世人的面前 我们都能够 看到你的宝贝 看到其他人的重要 提醒我们 不做西门法利赛人 心中里面 所想的骄傲 被知识充满 过着宗教 一切的生活里面的基督徒 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更多看到生命 更多地被你所充满 谢谢主 我们将一切的感谢 颂赞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借着张牧师今天 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 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问题 感谢主